请看金本 叶察王 祭宋的第一首 众生罪无生可不 于被浅界不见福 漂流生死受众苦 未救世等佛心世 这个第一首是 皮沙门叶察王 这一位尊者 就是佛门 所供奉四大天王当中的 北方多文天王 这一首是他的赞颂 也是他修学的心得报告 言语虽然不多 只有四句 这四句将六道众生 一英古报都射尽 尤其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度他这一首诵 感出非常之深 在长行文里面 我们所读到的 他所得的法门 使以无边方便 救护悟到众生 卸头门 悟一定有苦啊 所以 试出世间法 说穿了 没有别的 就是一个英国报应 就是一个英国报应 世间法 绝不离这个原则 出世间法 也不离这个原则 你看古大德 讲华严 五重英国 法华一臣英国 所以佛法 也不能够离开英国 正是英免生法 所以佛 也在 诸福大众 学佛 千万不要执着佛法 为什么呢 佛法是原生的 你执着就错了 法明菩萨 更具体的教导我们 我们研究经 听教 这听教就是听讲经 要用什么态度 立言说相 不要执着言语 立名字相 不要执着经典里面的名相 立心元相 不要去想 这个经典里什么意思 不能想 这个样子 你才能真正得到 如来所说真实义 真实义是什么 真实义是自信本具的 薄弱智慧功德 那是真实义 你才能得到 如果你做了 以言说相 分别言说 执着言说 分别名相 执着名相 自己在猜测 经典里面所说的什么意思 那不是佛的意思 是你的意思 那我们再问 佛有没有意思 佛没有意思 佛的意思 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功德 那是佛的意思 如果佛有意思 那佛跟我们凡夫没两样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然后你学佛 你才会开悟 你才能其如如来的境界 这个话说得容易 真正要去修 非常不容易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我们无世界以来 养成很不好的习惯 经上常讲 烦恼习气 我们在一切时 一切处 齐心动力 都被烦恼习气 拘束 你还有什么法子 佛菩萨怎样度我们 我们在此地看到 多闻天王 是阿修罗王 阿修罗 是八部鬼神里面的一类 善少悟多 这个多闻天王 是不是真的阿修罗呢 不是 真的阿修罗 决定不能参与华言法会 华言法会 哪些人有资格参加了 这些学佛同修 大家都知道 四十一位法神大四 才有资格参加这个会 那么由此我们知道 这个阿修罗王 是祝佛如来 硬化的 就像普门评里面所讲的 应以阿修罗身而得度之 观音菩萨就信阿修罗身 而为说法 所以这个地方的阿修罗都是祝佛菩萨的化身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是用这种身份度这一类的众生 这一类的众生刚才讲了 善少悟多 那么佛菩萨要度他们 一定要信同类身 跟他们打成一片 来感化这些众生 来感化这些众生 这是菩萨了 度众生的善巧方便 所谓度众生 这个度字怎么讲法呢 帮助众生回头 帮助众生历苦得乐 帮助众生成就究尽圆满的智慧善德 都是这么个意思 如何度伐呢 佛说得好 佛给我们讲最高的原理原则 讲了四个字 去理去基 这四个字 意思 深广无尽 那么由此可知 形式不重要 实质重要 可以说形式不重要吗 你看看佛菩萨随类化身 你就知道形式不重要 像我们新加坡的纳丹总统 他懂的 他说佛法不重形式而重实质 什么叫不重形式呢 随类化身 这就是不重形式啊 要到人间来 教化人道 那佛菩萨就现人身 佛菩萨要度出身 他就现出身身 要度悟鬼 他就现悟鬼神 这就是不重形式啊 随类化身 我们在这一部经上 看到许许多多的天神鬼神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 形式不重要 实质重要 实质是什么 讲经说法 帮助我们开悟 帮助我们了解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重要 这是实质啊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事出事发 都不外这个原则 所以有人问我 新现代这个社会 有君主 有民主 有一党专政 有多党 哪个好呢 哪个都好 为什么 形式 形式不重要啊 重要的实质 实质是什么 好人啊 如果这个人好 一党他也好 多党他也好 专制他也好 民主他也好 如果他不好啊 什么方式 他都会利用 都会让众生 受害 受苦啊 所以还是佛讲的高明啊 要弃机 弃力 佛这个话 这是一丝毫的 弊病 我们都找不到 讲的 地区是 究竟 人满 地球 虽然不大 每个地区 因为过去 历史 文化 生活方式 不尽相同 因此 也不能用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就不契机了 某些地方 适合于 君主 某些地方 适合民主 某些地方 适合一党专政 某些地方 适合多党政治 你要懂得 关机 社会的安定 繁荣 和平 兴旺 人民幸福 决定在 四个条件 这四个条件 是教育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第二个是学校教育 第三个是社会教育 第四个宗教教育 宗教是什么呢 这次我们在访问北京的时候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九大宗教朝夕相处 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六天 我跟大家讲 佛教 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你们哪一个宗教不是 仔细想想 仔细去观察 每一个宗教 都是属于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宗教教育 支撑 安定 和平 幸福 这四个支柱 像一个房子 这四个支柱 少一个 这个房子都会倒下来 而这四种教育 家庭教育是根 宗教教育是圆满 究竟圆满是宗教教育 但是根是家庭教育 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 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 在哪里了 我们把教育疏忽了 所以世界才会打乱 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能恢复安定 恢复和平 恢复秩序呢 必须还是把这四种教育找回来 你才能办得到 特别要紧的是家庭教育 所以 古人讲得好啊 看你这个家庭 会不会兴旺 你这个家庭 有没有前途 看什么呢 不是看到你有权力 你有地位 你有势力 你有财富 不是 不看这些 看你家里儿孙 有没有受个好教育 有没有受个好教育 同样一个道理 我们观察学会 观察这个国家 有没有前途 判断他的兴衰 你就看 这个国家的人民受的是什么教育 如果人人都明理 都如法 都受过良好教育 这个国家民族 前途无量啊 我们中国人 算相当幸运 诸位多历史都知道 世界上 有四大文明 这是古代传下来的 但是今天呢 这四大文明呢 三个没有了 只剩下中国了 中国为什么没有被历史淘汰呢 中华儿女都受圣贤的教育 所以传了五千年 在这个世界还能干得起来啊 道理在此地啊 现在确实有了危机了 危机从哪里来的 是我们对于老祖宗的教学 信心动摇了 我们去相信外国人的这些一套了 如果把我们自己祖宗的惩罚 抛弃了 去学外国人 我们华族的文明呢 也必定会被历史淘汰掉 这是没法子避免的 那么今天讲到恢复社会秩序 恢复世界和平安定 还有一线希望 这是中国人 中国人虽然对于老祖宗的惩罚信心动摇 可是怎么还有点根呢 学起来比外国人的方便多了 我们着重这个教育 加紧这个教育 这世界上就有一线的光明 中国得救 世界就得救 中国没救 世界就要毁灭 我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要特别夸赞中国 绝没有这个意思 我们是站在非常客观 公平的立场 来说话 这些话 都是由理论依据的 天王 展颂里面 第一句话说 众生 罪恶生可不 这话是真的 此地众生 是指六道众生 六道里面 特别是指人道 最悟的根源 是什么呢 我们在讲堂里 常常提醒同学 自私自利 勤心动力 第一个念头 我的利益 我的好处 这就是 罪恶生可不 为自己 就不能不做 伤害别人的事情 这个伤害 有大有小 有有益 有无益 后果 至严重 很少人 能够意识到 一句话 一个动作 究竟造成什么后果 必须具有真实智慧 佛家常讲 明明人 他才能见到 我们一般人 不容易见到 自己更是迷惑点到 我们这个出家人 我举这个为例子 穿上长袍大领 披上袈裟 我们的言许不柔和 我们的行为不端庄 这小事 这是我个人 与别人没有妨碍 你不知道 你造成的伤害 没有法子能弥补 什么伤害 破坏了僧团 人家一看 释迦牟尼佛学生 是这个种样子 诸佛菩萨的念子丢光了 诸佛菩萨无所谓 他不计较这些 产生什么后果呢 设法界 许许多多众生 看到你这个样子 对佛的教诲丧失信心 换一句话说 你这种言语造作的时候 把无量无边众生 发生灰灭断掉 你有没有想到 果然是个聪明伶俐人 一觉风险 断悟修善 这也是小事情 齐心动念 收敛一点 言语祥道的时候 不说 古人叫什么 少说话 多闭目 闭目一样神 话多了好奇 言语多的人多半是短音 这个是你仔细可以调查一下 寿命长的人一定言语少 言语多的人 寿命长的人很少 上气 所以我们一定善心 一觉风险 这是给佛脸上贴经 受法界众生看到你 佛的弟子不错 佛教得好 我们应当向佛学习 做佛弟子 一度无量无边众生 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 我们起一个念头 自己一定要知道 这个念头该不该起 这个念头对学会 对大众 有没有好处 这个念头不能起 我这个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对社会大众有利益 有好处的 这个应当要起 所起的善念 人与人为什么不能相处 这个都是罪恶深重可不 专看别人的缺点 专挑别人的毛病 那怎么能跟人相处 佛菩萨教给我们 跟这个恰恰相反 叫我们专看别人的长处 专记别人的善处 别人的缺点握处 不要放在心上 把它忘得干干净净 让我们的心 是善行 念头是善念 行为是善行 善行 纯善之人 这个人就叫佛 就叫菩萨 由此可知 做卧人 做善人 都在自己因恋之间 所以要忌妒 罪恶的根源 是自私之力 如何能把自私之力放下 这个念头 转一转 一切未学会 一切未众生 我活在这个世界 活一天也好 活一个重点也好 不是为自己活着的 是为整个社会活着的 是为一切众生活着的 绝不为自己 这种根本上转 中文教下 祖师大德 常常教导我们修行 从根本修 根本就在自己 可是凡夫 习气太重 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故事 一个人 常常能发现自己故事的人 在佛法里面叫他 这个人觉悟了 开悟了 什么叫开悟啊 他已经开始觉悟 知道自己的故事 万有开悟 不知道自己过事啊 专看别人过事 别人过事 他清清楚楚 自己过事是一无所知 这是我们的大命 我们说佛不能成就 原因在此地 那怎么办呢 看到别人过事 不要去理会别人 马上回光返照 我有没有 借别人做一面镜子 看到别人的好处 回来想想 我有没有这个好处 有要发扬广大 没有赶紧学 看到别人的故事 立刻自己反省 我有没有 有 马上要改 没有 决定不要犯这个故事 这个是佛家三十七道评里面讲的四正情 那我们说的明白一点 说的具体一点 希望同学们常常记住 自私自利 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是非人物 明文立雅 贪嗔迟慢 都是一切罪恶的大根大本 我们能够认清这十六个字 把这十六个字洗刷得干干净净 你就是佛 你就是菩萨 你是圆圆满满的天真佛 罪业不能造 造了必定有国报 中国外国 中国外国 故人兼人都常说 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带我 我首先要如何带别人 入佛所讲的推及及人 极锁不欲 勿失于人 事出事间 大神大神 教导我们话不多 简单明了 千经万论 都是在不断重复 叙述这几句话而已 抓住钢铃 掌握钢铃 这叫善修 善修 绝定能成善苦 善悟的标准 佛对我们初学的人 说得很明白 时善也道 这是标准的 虽然说十条 每一条里头的境界 一去都是深广无尽 第一条里头不杀生 必须在心地里头 把损害别人的念头断掉 你这个摄像就有梗了 纵然 受到外面境界的干扰 也不起诚惠 这个最平常看到的 蚊虫蚂蚁苍蝇 他来干扰的时候 你起不起成灰心 你会不会杀害他 菩萨心目当中 他是众生的 他也出来讨生活 出来密室点 他没有犯死罪 我们扛开 不是他一点 不扛开的时候 也不可以杀害他 总得要觉悟 他是一条命啊 你一杀死他 那个古报 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这个业 借在阿赖叶事里头 到来生来世 他的业报 受满了 他会转世的人生 我们的业报造多了 将来也会变成蚂蚁 变成苍蝇 运运相报 没完没了 这是四十真相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通达四十真相 你决定不会去做这个物色 不但不可以杀了 连伤害的念头都不可以有 侯宽有伤害的行为 真正养成自己 一片慈悲 慈悲是信德 我们真心本性里面 原本就是慈悲 真诚 清净平等的爱心 爱护一切种子 不偷刀 我们把这个话说得明显一点 绝不可以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都是属于偷刀 偷刀的范围 太广太广了 为了方便自己 占别人便宜 占常住的便宜 占公家的便宜 比如 公家设置的公用电话 你投机取巧 使用这个电话不付钱 这是占公家的便宜 不要以为 这小事 这几块钱算不了什么 可是这个罪可皆大 你占一个人的便宜 你将来还债 你的债主是一个人 好应付啊 你要是占公家的便宜 麻烦大了 比如这个电话亭 是政府设置的 政府的钱从哪来的呢 是过民税收 离民制出来的 那么换句话是 你一占他的便宜 打一次电话 没有付钱 虽然只有三四块钱 很少 可是你的债主可不少 这一个国家的人民 都是你的债主 你将来个麻烦大了 你一个一个就还 你还到哪一辈子 才能还得起 公共设施 要爱护 公共设施 决定不能轻易损坏 轻易损坏 都是属于偷盗范围里面 用轻慢心 你就是不尊重 这个地区的人民 你对他打不尽 所以这个里头要细说 给诸位讲说不尽 这个寺庙里面的便宜 就更不能占了 为什么呢 摄放常住 现在摄放道场不多了 但是居思林进宗学会 是个摄放道场 这是大家注意 在此地都能够明显觉察到的 这个道场不分在家出家 男女老少 你一到这个地方来 一律多欢迎 决定没有分别 你到这边来听经 到这边来念佛 来供修 这边常住 多欢迎 十方道场 十方道场 那个戒罪范围大了 不是这一个世界 十方世界 所以这个常住里面的公屋 你有意无意去损坏 去占它的便宜 你的债主是摄放三世 一起学佛的在家出家同修 这个人数无量无边 所以佛在经上讲 你一造无力实物 这个重罪 佛都能有办法救你 你 窃到常住无 摄放三世 一切住佛来都救不了你 为什么 你这个债主太多了 那么你能够爱惜常住无 爱惜你是尊重常住 你是尊重 虚空伐界 一切佛子 诸位明了都在这一念之间 一念觉大善 一念你大我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今听得不少了 念得不少了 为什么毛病还是转不过来 稀奇太重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 慈悲到基础 不怕麻烦 一千次的重复 一万次的重复 无数次的重复 一直要把我们唤醒 唤醒之后 还要反复叮咛 慈悲到基础 我们从这个地方 能够领会到佛恩德之大 世尊为我们专门讲了一部 舍山也道具 我们现在每天用这个早餐 半个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研究讨论 那么这几天情形比较特殊 我们的同学到这个印度 尼泊尔那边去参加中华寺的 落成开光圣殿 这是佛教史上的一桩大事情 林长率领大家去了 所以同学们晚上在这边练习奖金也就停止了 我昨天问了一问 没人讲经 我说好 我来讲 那么这个霸天 每天晚上一个半小时 我们来讲这个华寅金 这个华寅金是每天早晨讲的 我们现在早晨 早餐开始都停下来 就晚上这一个半小时 跟大家来讨论华寅 所以这一句话了 我们要牢牢记住 是真的可不 那么这个众生肯定就是自己 因为白千节不见佛 这是古报 因为你有业当 所以你见不到佛 过去白千节 我们没见佛 如果见佛 那还会在此地吗 不在此地 如果我们不好好地修学 未来白千节中还是不见佛 见佛有两个意思 在相上讲 见诸佛菩萨 在礼上讲 明心见信 见信才是真真见佛 四相上见佛 不是真见佛 见到心信才是真见佛 那么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意思 见佛 你才会接受佛的教育 你才有抓迷 唯一物的可能 这个结合就是 遇真善之事 遇到真正的佛法了 今天所在之处 就是佛菩萨所在之处 但是 如果我们遇到了今天 遇到善之时了 我们不能接受教诲 那也是不见佛 不得佛法教诲真实利益 原因是什么呢 是罪业太深了 佛家常讲 业障深重 业障碍了自己 那么怎么办 如何消除业障 开发自信 真实智慧 佛在阿南问 是否吉凶经里面 告诉我们 同一个条件 亲近明思 佛说的没错 可是事实上真困难 明思在哪里 你遇不到明思 你这一生 决定不能成就 思 是我们一生 修学成败的关键 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呢 不在老师那个人 在我们自己的信心 你对于这个老师 有一分信心 你得一分利益 有十分信心 你得十分利益 英光大师 文超里面讲得好啊 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 他答复的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所以同样一个老师 他学生很多 有些有成就的 有些没有成就的 甚至于有些还造物的 被思叛道的 那都是个人的事情啊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清净善知识 它的标准 清净自己心目当中 所两目尊敬的这个老师 你就会有成就 你两目他 尊敬他 你就完全会听他的指导 一分之百的顺从 那你决定有成就 这个老师再好 佛菩萨转世再来 你对他们有信心 他讲的东西 你不能一教封心 那也是枉然 这个我们一般讲是 你跟他们有缘分 佛法讲这个语言呢 非常圆融啊 我自己一生 在求学的时代 我有三个老师 第一位 早年 我跟他学哲学的 方栋梅先生 他把我带进佛门 这一次我们到中国去访问 宗教局给我们安排的 欧美山 原先我没想到 到了成都之后 听说有欧美山 这个行程呢 我无量的欢喜 我说那是我的老家 我学佛的英语言 我学佛的英语言 与我没想到有密切关系 方黄先生 早年跟我讲库 落后一个单元 佛经哲学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你的佛经哲学 从哪里来的 他告诉我 抗战时间 他在这个中央大学教授 那个时候中央大学 是在重庆 有一次他生病 在欧美山养病 但是山上 又没有报纸 也没有杂志 什么都没有 除了佛经之外 没有东西可看 所以就天天看佛经 就越看越有味道 他是从这个地方 学佛的 而且发心 佛经是所有哲学里头最高的 特别是华严经 他赞叹华严 全世界最好的佛学概论 他讲得很具体 他这个经里面 有圆满的理论 有周密详细的方法 幕后五十三餐还带表演 做出来给你看 世界上编教科书的 像这种方法的 找不到第二种 他把佛法介绍给我 他的佛法是从摩培山来的 所以我这次有机会到摩培山 万年寺去礼拜 普贤菩萨的同像 这个像所造的非常庄严 过去我们只在图片上看到 这次能有这个机会去参访 那也是感应 我们正在讲这步 我祈求普贤菩萨加持 可是跟方东梅先生 这说的人很多 我们成就不一样 什么原因 老师对学生的恭敬心不一样 我明白佛法之后 这机缘很不错 有朋友给我介绍 认识张家大师 这个老师非常慈悲 教学的方法极其高明 我跟他三年 接受他的指导 我的佛求的根基 就是这个三年当中 顶顶 那么注意一下 亲近张家大师的人 太多太多了 我能有一点成就 什么原因 尊死忠道 我对老师深信不疑 一教封信 张家大师缘起之后 我亲近离宾南老居士 在他坐下审议 没有别的 就是听话了 尊敬 心目当中 所凉目的 所尊敬 同样的话 别人说 我不听 不会接受 老师讲了 就会接受 就会相信 事出事发 没有例外 你要想成就 你懂得 清净善知识 而清净善知识的 心态 清凉大师 在四十华也 里面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那么这是古人所讲的 狮子之道 老师跟学生 在当中的道理 你懂得 你明白 一教封信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业章在中 也能够消除得了 没有消除不了的 罪业 只要你肯 一教封信 你就会有感应的 欲真善知识 受善知识的教诲 认真努力 断卧修善 专一为五 自自然然 超凡入圣了 所以这个 罪悟深重 虽然很可怖 不是没有救我 佛菩萨还是救我 漂流 生死 受众苦 这一句讲的果报 你看看 第一句 是讲的罪因 造罪 一切罪悟的因 第二就是缘 被连接不见佛 遇不到善知识 没有人教你 善因善缘都没有 我的因 非常深厚 卧底缘 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六根所借出的 皆是卧缘 那怎么能不造物业 既造物业 漂流生死 这就是六道里头 受轮回生死之苦 六道里头 轮回 隐移 物业在牵引着你 自己做不了主 我们这一生 所受的 这是佛家常讲的 罢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愿尊慧 求不得 无因之甚 这是受重苦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一生 所受的 正是秦生 所造的 因缘成熟 果报先前了 最绝无的人 因情纵然受 再大的苦报 他清楚 这是我自己业力 所感的 绝不愿天诱人 这个业在这里消掉了 不明理的人 没有老师教导的人 他迷惑 他受这个苦报 不甘心 总觉得 这个人对不起他 那个人对不起他 佛菩萨对不起他 老天爷对不起他 都是别人的不是 自己处处都是 这个我一生 来生的苦报 比这一生更严重 人要是不觉悟 所以恐怖是真真 可怜 恐怖 每一况愈下 一世比一世 往下堕落 他不会往上去的 这次就真正恐怖 这次就真正恐怖 所以教学就比什么都重要 佛华 是真实智慧的教导 是直于至善的教学 我们能够遇到大幸 开经济上 每天念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遇到佛法这么容易 就都没有困难 你没有想一想 不要想的太多 你就想一想 新加坡这个地区 三百万人口 能到这个地方来听经的 有几个人 你就晓得不容易遭遇啊 就在这么一个城市里面呢 他都没有听说 这个地方有人讲经啊 这就是佛博众生 没有缘分呢 闻到佛法 我们能够有缘分 闻到 正是弥勒俗问经里面所说的 我们来过去身中 善根佛德 才遇到这个缘分 过去身中 没有深厚的善根佛德 遇不到 遇到还不相信 遇到还不能一教奉行 这是我们业障太重了 原因在此地 业应古报 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 可是 祝佛菩萨 大慈大悲 所谓 所谓佛是门中 不舍一人 我们肉眼凡夫 就查不出来 佛知道 佛对于一切众生 平等教训 为旧事等 这个事等就是一切众生 佛心事 心事出心 佛出现在世界 干什么的 为救这些苦难众生 为这个来的 不为自己 我们明白了 觉悟了 应当舍服 舍服为一切众生 不为自己 这种心态来学习 你的进度就非常快 佛家讲的 勇猛精进 我们很想勇猛精进 精进不起来 原因在哪里 我们没有发心 为众生 为佛法 没发这个心 还是为自己 还是自私自利 所以这个精进提不起来 真正发心 自然就勇猛精进 这里头 自然得祝福护念 得彌陀本愿为神加持 得龙天善神 拥护 祝佛菩萨 龙天善神 都是大公无私 而他们对嗣 不对人 你真发心 真修行 他就真拥护 你是假虚情 假义 他就不理会你了 天天念他 天天供养他 他也不会理会你 他不是贪官 他也不是污吏 你怎么样巴结他 贿赂他 没有用处 真正发心 真正好学 真正依教风行 自然干个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真修行 人 印光大师 是我们一个好保养 他老人家佛堂里面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其他的什么都有 祝福也忽念他 祝菩萨也保佑他 护法神也照顾他 并没有说 他没有供菩萨 菩萨就不来了 没有供护法神 护法就不来了 没有这个事情 我们天天在打妄想 这佛堂里供完了 过世过样佛菩萨 一样没有供到 怕得罪了 这个都是妄想心 都是自私自利 贪嗔之慢 宁闻立阳 没有放下 说放下不行的 看看你佛堂的摆设 就知道你没放下 我们学佛要知道 从哪里去学 多闻天王这一首记字号 我们要常念 我们要常念 多念 最好能够把它背诵 实时想着这首记 提高提高自己的警觉 提高自己的警觉 一切是 一切出 顺进 逆进 善云 悟云 只要明理 你就不会动心 真正能够做到 随云而不派云 普贤菩萨教给我们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这两句话 好啊 一切都随顺 随云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了 我们的悟 就能够断尽 我们的善 就能够圆满 世尊 还有一句 非常重要的教诲 对我们修学 有大利益 那就是 在日常生活 行持当中 不允许有 丝毫不善夹杂 这句话重要 我们天天修善 行善 念佛 诵经 还有不善夹杂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功德 不能成就 从前 礼宾南老居寺 唱书 我们在他会下 这一句话 听了几千遍都不止 他用比喻说 醍醐里头 掺着这个毒药 我们修行 比如说醍醐 我们的自私自念 贪嗔痴慢是毒药 虽然天天在修行 里面掺杂这个东西在里头 所以不能成就 这是说明 为什么古时候的人 我们看高层传 看居士传 看县女人传 古时候 出家在家 四众同修的修实 三年 五年 他就有成就 最低的成就 烦恼清 智慧 这最高的成就 高的成就 破迷开悟 生死自在 往生的时候 欲知实志 说走就走了 多长的时间呢 看看传记里面 记载的 从文法到成就 也不过三年五载 不长啊 何以 那个时候人做到 我们今天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我们替狐狸 掺得有毒药 他们能够成功呢 他们替狐狸 就不掺毒药 原因就在此地啊 我们今天修行的 不管用什么功夫啊 掺杂着明文理 掺杂着是非人物 堪称之慢 所以修几十年 修一辈子都不能成就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 四十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 再不能够压杂 再要夹杂 那就可怜了 这一生 本来 来生来世 还得继续搞六大轮回 你说多可惜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佛在经上常讲的 实话 我们的人生 欲佛法 好难好难 彭基钦 就是这样的 无量界来 稀有难逢 我们这一生 逢到了 逢到要不珍重 不珍惜 你说得多可惜 多少人想遇到 遇不到 我们今天遇到 自己这么轻易糟蹋掉 这不罪过 在此地 特别是效法佛菩萨 为救世的 佛出世 我们要效法佛菩萨 要学习佛菩萨 自己不但地 依教奉行 也要帮助一切 有缘众生 哪些众生有缘的 一切众生都有缘 但是语言由甚列不同 我们要搞清楚 第一种 语言成熟的众生 什么叫成熟呢 肯定 一说 他就相信 他就不怀疑 他就能够 依教奉行 这种众生 就跟语言熟了 他决定得神经土 他这个一生 涌脱轮回 到西方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就跟熟的 转念头 转得快 第二一类点 根没熟的 你跟他说 他喜欢 他也能听得懂 他做不到 这种根没熟 第三种 没有善根的人 没有善根的人 帮助他种善根 种善根的方法 非常多 最重要的 就是自己如法修行 做一个好样子 好榜样 让别人看到你 行诸作物 言语谈吐 就生恭敬心 你就度了他 他恭敬你 他就进佛法了 你是佛弟子 你受过佛的教育 佛的教育这么好 这样令人尊敬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 齐心动力 不能不留意 不可以对不起佛菩萨 不可以对不起祖师大德 不可以对不起六道众生 没有成熟 没有善根的人 帮他种善根 我们常常在家居私 出门 手上拿一串念珠 都是帮人种善根 人家一看到你 这个人学佛的 他阿赖耶诗 佛落下去 帮他种个种子 新加坡这个地方 天气热 没有四季 只有夏天 我们穿的衣服很淡薄 出门 穿一件T恤 现在T恤印的佛像 印的佛的名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穿上就很好 街上走一圈 不晓得渡多少人 这都是些山桥 方便 纵然自己信心不足 也渡了不少人 方便有多门 归于原无二路 由善根 而没有成熟的 遇到 多劝他听经 多劝他 到居士灵来念佛 来念佛 来听经 到这个地方 来参与 已经成熟的 帮助他 往生做佛 弥勒菩萨 说得好 如果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能够帮助 两三个人 往生 就比你自己修行要高 高在哪里呢 这两三个人 往生的人 到我自己受命中了的时候 我的功夫还差一几 恐怕往生不了 但是 这几个人 已经往生的人 会跟阿弥陀佛说 我们到极乐世界 他帮你忙 现在他 你看 他命快中了 拉着阿弥陀佛 我们赶快去 去去去去 去建议他 所以 你帮助别人 往生的人 越多 你将来往生 就越有吧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朋友 多吗 关心的人 多吗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 一定 自己好好修行 还要帮助别人修行 帮助别人修行 最重要的方法 那就是自己要依教奉行 要做学佛的最好榜样 在家要做在家人的好榜样 出家要做出家人的好榜样 道场要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 这就是学为人私 行为事败 好 今天时间高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观看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